山市起伏崇山峻岭之中,一处满布大片山林的山坡上,一根根直挺挺拔的而起的树干,为大家撑起了一处宜人的假日别墅区,加上1230公尺的高海拔气候,夏季与此要记得戴外套,秋冬云海美景则是免费大放送。 驾车由武丰白兰部落前往八棍山林露营区,行驶一段时间看到前方道路两旁,出现一大片浓密的山树林石,即代表已抵达八棍山林露营区了。 营地顺因着地形上,夏分区,加上树林里农密树叶的吸引缓冲,让每一区都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空间不受干扰。 待夜晚来临时仍需放低音量,避免干扰到别人。 藏于笔直山林中的大小淫味,三五好友即可包区团聚叙旧,使生活有别于平地的喧嚣吵杂,让山里阵阵凉凉凉彼此的心房。 由鲁与彭营区经验分享所言,一般来讲我极不愿意录在彭家之下,场地局促,光线昏暗,人生吵杂,好一点的说法像是在集合式住宅里露营,难听一点故事生活在难民营一样,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般生活,完全没有郊外露营享受生活的感觉。 露营上瘾的伙伴们,若遇下雨将如何自处呢? 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预定有雨棚的营地,如此就算遇到强降雨衣不至于让全家身陷雨水之中,置身雨棚虽然感觉较差,但总能因此解解极度想要外出露营的上瘾症状。 不喜欢在彭家中当难民的朋友,营区上下个提供一片沙漠草的营味,让大家在营地的种类上可以有多种选择。 台湾多雨,尤其是夏天的午后雷震雨,来得急去的快,最近甚至常出现致灾性豪雨一词,因此造成路友们似乎都叫偏好冯架营味。 露营深处与冯去的好处,便是无需考虑气候因素,再大的风雨都阻止不了投身户外的决心。 三五好友大百龙门镇,坐下来谈天说的喝茶聊天,晚上共识大口吃肉,大杯喝酒,疯到深夜累了直接入账就寝,无需考量任何酒驾问题,或许这就是野外露营活动,今年吸引众人争相参与的因素所在吧。 清晨由八棍山林露营区散布上行一小段路,即可见到鸟嘴山步道,露营的的指示牌,心想这么近的距离,便有不探各究竟的理由。 顺着上述鸟嘴山步道的指示牌王力奏,在高耸沙漠的浓密树荫之下,立即感受到瞬间凉爽的那种古镜,尤其在凹热的端午时分,犹如跳入冰凉溪水之中的感觉。 八棍山林露营区的生态相当原始且丰富,晚上坐在椅子上都会被迷航的甲虫所撞击,洗澡时更要先挥舞一下毛巾,驱赶那些霸占浴室的各类飞蛾、甲虫。 既然都已进入大自然宝库之中,更要鼓励小朋友们尽情地融入自然,发现自然。 除了宇棚区与沙漠草地区外,营区亦准备了移动民宿,可供几家人一同租用、空煮、休息等生活项目亦可于门前的宇棚区处理。 几家人相约过端午,三天两夜一溜烟的就晃过去了,中午简单吃粽子因应景,晚上则是丰盛菜色一桌桌,无忧无虑天南的北花家常,管它震惊社会纷纷扰扰,国际局势动荡不安。 端午这三天假期在八棍山林,这些事都已经不是事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